Auto table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主要是能不能在这控制项的范本周围呈现表格 预设也是false 主要大概这几个修改一下 其实基本上大概用预设值就可以达到那个login的这个效果 主要呢也是根据那个我们的网站设定 设定好之后它只是一个前端的界面 那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login的画面 那基本上不太需要做太多的变更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里面的话相关的 我们刚刚有看到的相关属性 基本上这个地方 就是你如果通过验证之后的话 要前往哪个网页 那预设通常是default 就是default.aspx 如果你的首页不是default.aspx的话 那也可以做相关的变更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那各位可以找到这边有一个前往网页的 相关设定 这里 前往 这个 这个是login 应该是login的 看一下login的 前往 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 如果你的首页不是到default的首页的话 你这个地方可以做变更 这个地方可以做变更 那这个是我们的登录控制项 这第一个 那至于其他的相关的 其他的这个部分 我想各位也稍微看一下 这个部分 是在我们的 登录控制 这个是在我们十之十二页的地方 这个相关的设定 可以大家看一下 另外的话 在控制项里面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像 login name 那这个所谓login name 它指的其实就是类似像这样 比如我登录之后 有没有 其实在这个上方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名称有没有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login name的一个 控制项 也就是说呢 他会帮我们记录这个名称 并且放在这里 那假如说我 不希望放这里 我希望登录之后 我在首页上面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欢迎某某人 某某这个是一个他的账号 那我就可以直接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今天 可以在首页里面 比如说我的首页是在 这个default的这个 这个网页里面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打一个字 比如说打一些欢迎 比如说我在 除了说在上方